- 雖然在暗黑2鄉民的傳說中,德魯伊是一個雞肋的角色 奇怪的是,只要是德魯伊的影片,就會有人敲碗熊德 而且,以全部拖荒影片留言敲碗的比例來看,熊德也是第一名 我是不曉得你們是要考我呢?或是想要挑戰別人不會玩的? 還是因為變熊後他蠢萌蠢萌的漢厚外型吸引了你? 這一次,讓我們一起聊聊熊德初期該怎麼練會比較順暢 熊德顧名是意,基礎就是這一個熊人變化技能 物理傷害以及防禦會隨著等級提高而增加 生命加成固定75% 伴隨熊人變化之後,主要的傷害技能分為燕爪和撞錘這兩項 撞錘是聚氣物理打擊的技能,沒有其他的協同連鎖技能 累積成功擊中的次數可以增加威力,持續20秒 暈眩,傷害和準確率會隨著等級提高而增加 物理撞錘玩法偏向一般的近戰職業 跟之前介紹過的暴力狼相類似 只不過,優良的裝備對撞錘熊的戰力影響又更大 跟暴力狼相比,變熊缺乏攻速加成,傷害效率比不上暴力狼 優點就是防禦提高和震波這個非常好用的控場技能 暗爪技能跟聖騎士的聖火、法師的強化相類似 都是額外附加火焰傷害在物理攻擊 其中又以暗爪的火焰傷害最高 暗爪有四個協同連鎖技能 火風暴、龍江巨炎、火山暴以及火山 每一種一級都能夠增加22%的火焰傷害 因此 暗爪熊的傷害基礎是技能等級,跟武器攻擊力無關 對於裝備的依賴程度低,傷害高 在低硬難度受到的限制也是最多 跟其他職業的元素近戰玩法不同的是 因為德魯一變身後,除了召喚以外的其他施法技能都不能夠使用 即使是最常用的傳送,也不行 元素系的方面,當然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再加上屬於法師體系 沒有野蠻人的自然抵抗被動 也沒有聖騎士的靈氣 以法系的體質-近戰系 自然在成長中的後期會比較辛苦一點 這一次會利用元素系的技能幫助第一階段的成長 火風暴、火山暴的技能組合 組組可以一直使用到惡夢第四章前 但是我的打算是,到38級左右 就可以轉型成為燕爪熊 由於火風暴、火山暴的連鎖技能加成 燕爪的傷害絕對足夠 但是我並沒有意圖要打造一隻純粹的暴力燕爪熊 畢竟在地獄難度 火焰免疫怪物的數量是最多的 如果你沒有破除火免的裝備,像是無限 想要順利通關地獄,其難度是相當高的 所以後半段的練法,趨近物理加火焰的傷害組合 加上傭兵以及召喚巨熊 足以處理大部分的一個戰鬥情境 這次的策略,會保留3次技能屬性重置的機會 後續,你就可以根據所獲得的裝備 隨時進行重置調整 雖然火風暴是1級解鎖 但是施法中間會有0.6秒的停頓 NPC也沒有賣任何加成火風暴的裝備 至少在12級解鎖火山暴之前,還是利用拳杖或是標槍配合,效率會比較好 龍央巨岩只需要過路一點,因為不是雁爪的協同連鎖技能 最早期的裝備,你可以跟恰西購買一件帶孔的頭盔、鎧甲跟裂弓 3孔裂弓可以鑲嵌碎裂的寶石,更加羅格弓箭手的效率 瓦斯藥劑可以先賣給NPC,再買回來,就能夠回復藥劑的數量 帶孔的頭盔、皮甲,可以鑲嵌藍色寶石 可以額外增加將近一倍的一個法力存量 順便找找有沒有便宜的惡孔短棍 如果有加法力的最好,你可以先買起來放著 19級的時候,就能夠拿來製作葉子符文組,加3火系技能等級 接下來就是前進黑色荒地的高塔 你需要花費一段時間連刷女伯爵 至少要收集3號特爾、5號艾斯、7號塔爾跟8號拉爾各一顆 這些是製作隱密甲跟葉子法杖的必要符石 如果你一直打不到1號艾爾,也沒有關係 後續到第二章術士的峽谷,很有機會就能夠撿到 你必須要牢記一點 組隊或是加魔法物品掉落機率 並不會讓你更容易的獲得高等符石,或是更多的符石掉落 反而是單人刷女伯爵的時候,有機會掉落最多的符石 也不會被隊友撿走 因為德魯伊的快速打擊恢復和快速格擋速度都非常的差 一次格擋會停頓將近0.15秒 連續格擋,你連移動都沒有機會 所以,至少在普通難度,根本就不需要裝備盾牌 當你12級,主要的攻擊技能就換成是火山暴 火山暴的持續時間是3.2秒,冷卻時間是2秒 這意味著,連放火山暴的時候,中間約1.2秒的傷害會重疊 但也表示,這場火山暴需要等待2秒,才能施放下一個火系技能 最適合火山暴的一個戰鬥方式,就是放在門口,或者放風箏的一個打法 利用這個特性,你應該就能夠輕易的打倒安達烈,完成第一章 後續,記得先直接前往第二章,就能夠卡住安達的首殺Bug 之後你就可以再回來刷幾場安達,拼拼自己的人品 第二章就是解任務的同時順便升級 取巧的戰鬥方式就是不要待在原地 放出火山暴之後,你可以繞著圈圈打,也可以左右移動 就能夠吸引怪物,加長它停留在原地的時間,提高殺怪的效率 18級之後,就能夠裝備好用的符文組 頭盔有三種選擇 第一種是德魯伊專屬頭盔,戴孔的話更好 第二種是兩孔帽子,鑲嵌天底符文組 也可以是普通的戴孔頭盔,鑲嵌一顆巴浩拉爾,增加30%火抗 武器當然是兩孔短棍,鑲嵌葉子符文組 加三火焰技能,外加抗寒33% 非常適合火焰法師體系初期使用 以這一隻德魯伊來說 19級裝備葉子之後 火風暴的傷害就可以高達269 火山暴也有226,真的非常有用 至少能夠用到惡夢第三章,都不需要更換 鎧甲勢必是隱密甲,香彩找第一章的洽西就能夠買到 香檳的武器可以使用冤恨符文組 在每一期的拓荒影片都會提到 另一種選擇是利用方塊攻勢 購買任何形式的法棍 波形刃,腰帶和一顆碎裂的鑽石 就能夠合成一把高傷害的藏兵武器 傷害增強會介於66%到80%之間 這個時期的僱傭的槍兵,可以選擇進攻或是防禦槍兵 進攻槍兵可以提高槍兵本身的命中機率 防禦槍兵則是能夠協助隊友回血 對這一個時期的火法德魯伊,能協助回血就夠了 普通難度的都瑞爾,血量約4000,火抗20% 而這個階段的獲得,火山暴傷害平均在240左右 火山暴重疊的話,傷害還會更高 你可以開完傳送門,放火山暴,然後帶著都瑞爾繞圈圈 大約15秒左右就能夠結束戰鬥,完成第二章的章節任務 前往第三章 在普通難度第三章的時候,等級差不多介於19級到24級之間 這個階段最適合購買聚器傳送杖 只要不超過24級 只要法杖有聚器傳送的一個屬性 它就一定會是目前不能夠使用的一個紅色背景 你就不需要每一根法杖都要看過一遍 如果你的金幣不夠 就用之前影片提到過的方塊轉法杖這個方法賺點金幣吧 後續不論是戰莫菲斯托,伊竹爾,或是混沌兵難所 戰鬥的方式依循兩個基本原則 有地形可以利用的話,利用地形放火山暴之後,風箏怪物 沒有適合的地形的話,就帶著怪物繞圈圈 不然就是直線風箏它 一樣都能夠很順利的清除掉阻礙 就算是迪亞布羅也是一樣 可以利用角落的柱子,等槍兵戳死它 或是你主動跑出來,放一次火山暴,然後再躲回柱子後面 來回幾次,迪亞布羅就跪下了 是不是非常簡單? 比什麼招、喚、狼、德都好打多了 所以,如果是第一次使用德魯伊拓荒 用元素技能才是正解 對付普通第五章的古代人 打法一般來說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就是施法之後,帶著三個野蠻人繞圈圈 第二種就是帶著它們直線跑馬拉松 沿途預放火山暴 第三種就是利用地形隔斷野蠻人 並利用特殊地形限制技能的發揮 接下來就是二打一,隨便打打,就能夠通關 然後就是最後的巴爾 運氣好的話,只要巴爾不亂跑 站在這個位置不動,用火山暴都能夠安逸的打完 如果巴爾離開這個位置 就把他引誘到右下方的一個矮牆區域 利用矮牆阻隔巴爾的冰凍衝擊 如果他的距離夠近 他甚至只會隔牆召喚復支和近戰打擊 你就可以等著補最後一下就好 接下來就是穿上所有加 MF的裝備 刷幾場矯正者和暴躁外皮 留下加攻速的手套加抗性的護符和加跑速的鞋子 再到惡夢難度,推進度到高塔尼伯爵 刷18號以下的符石 以下的裝備,可以作為下一階段雄德的配裝參考 如果你是遵照我安排的路線 目前你應該是使用葉子杖,身穿銀蜜甲 頭戴天底或是職業專屬頭盔 第1個裝備是2孔的專屬頭盔 只要你是第5章之後撿到的白色專屬頭盔 交給拉蘇克,會打出3個洞 所以除非是你記得在哪裡撿到的 不然最好是利用方塊打洞 2孔頭盔鑲嵌知識符文組 最高符石等級是12號索爾 加1技能帶30電抗 這件海蛇皮甲是在第5章掉落 可以鑲嵌煙霧符文組,提高抗性 最高符石是17號魯姆 沒有的話,你可以繼續使用銀蜜甲 盾牌是跟第2章的卓格蘭購買的涼空古盾 鑲嵌押韻符文組 最高級的符石是13號的下 有40%的FBR 格當反應時間提高到7F,也就是725秒 還有提高法力重生,外加25的全抗以及免冰凍 武器的部分有2種選擇路線 1種選擇最高攻速,用最短的時間打出最多次的火焰傷害 你可以使用精神、劍符文組 提高技能等級 或是找一把2孔彎刀,鑲嵌2顆13號下 增加40%的攻速 另外一種就是利用燕爪的火焰傷害 加上武器的物理打擊特性 例如壓碎性打擊、致命一擊、撕裂傷口等等 跟第2章的法拉購買3孔的臉頰、鑲嵌黑色符文組 具備15%的攻速提升,以及40%的壓碎性打擊機率 我個人是比較偏好火加物理的雙重打擊效益 即使到了地獄難度,也不用考慮活免該如何應對 除非那隻怪物除了活免,還帶了屍體攻擊免疫 槍兵的武器,建議使用眼光符文組 反正未來也不會有所謂的天梯專屬限制 最高符石也不過是12號的索爾,CP值超高 對付噩夢安達利爾,可以有兩種打法 一種是配備精神劍,不需要變熊 仿造第一章的打法,利用槍兵、灰熊和火山暴 就能夠輕鬆收掉安達利爾 第二種是熊德打法,配備黑色蓮夾 變熊之後,找到安達利爾就直接上去一直尻 先利用撞錘集氣,之後再連續使用眼爪收掉 也能夠很輕鬆的完成噩夢第一章 到了噩夢第二章,槍兵可以換成進攻槍兵 力量靈氣可以提高物理打擊的傷害 德魯伊的熊變打法,總體來說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熊能變化,同時提高防禦、傷害以及75%的血量 簡而言之,就是比較耐打 第二個,震波這個超強控場技能 雖然震波的距離不長,對章擊Boss無效 但是絕大多數的情境下,只需要投資一點 加上裝備加技能後,就非常好用 第三點,初期的熊德,裝備的要求不是很高 只要是高攻速或是物理攻擊特效,都很適合這個階段使用 第四點,元素抗性堪憂 熊德他沒有被動技能,或是高而提升抗性的專屬盾牌 在屬性分配上,會盡量降低敏捷的投入 避免不必要的一個格檔恢復 所以,就要盡量的收集能夠提升抗性的護符和手勢 第五點,煉爪熊的火焰傷害高,傷害依賴連鎖技能等級 但是在地獄難度,火冥怪物到處都是,非常不好混 而物理撞錘熊缺乏協同連鎖技能 傷害低,對裝備的依賴程度高 好的武器,對效率提升非常明顯 物火雙修,煉法的組合非常繁多 技能點比較吃緊 需要熟練技能的切換,而且效率不好輸 所以在煉爪熊的技能點的一個分配上,也分為兩個走向 煉爪的攻擊項,會提高協同技能的等級 包含煉爪、火山暴、火風暴、龍江巨炎 都是盡量加滿,透過變形速提高血量 其餘的熊人變化,撞錘、震波各一點 完全不點亮召喚技能 這一類的打法,最好是配備有破屬火焰免疫的裝備 利用高攻速很快的打出傷害,消滅怪物 如果是偏防禦項,則會減少協同技能的投入 多分配一些點數到熊人變化、灰熊召喚以及饑餓技能 這樣的技能投資,對裝備的依賴程度低,但是上限也比較低 如果你將撞錘和震波的等級提高,甚至加滿 就變成了霧火雙修 效果好不好,其實還得看武器裝備 在養成初期,其實不必糾結,該選擇哪一個走向 反正照我規劃的路線 你會有3次技能屬性重置的機會 如果你同時有高防禦裝備,高傷害武器 傭兵還帶無限,這一類可以破除火冥的裝備 或是經常與朋友組隊,那麼養出一隻暴力燕爪熊,對大家都有好處 假如你通常都是一個人solo,也沒有那麼好的裝備 走防禦項或是雙修,也能夠享受到操縱熊德的一個遊戲樂趣 屬性點的分配上,力量、命結,只需要滿足裝備的穿戴條件 剩餘的點數,就全部投資在體力上 惡夢難度的古代人需要觀察他們的詞綴 實體攻擊免疫,雷電強化,這些都不要 然後跟之前一樣,引誘個別的野蠻人單打 利用地形,限制他們的技能 對付王座前的護衛軍,你就能夠明顯的看出 利用灰熊當肉盾,震波強控場的好處 反正護衛軍都會先被灰熊吸引 你只需要對著灰熊一直放,一直放正波,暈住這些怪物 然後等著槍兵戳完,就結束了 當燕爪滿級之後,加上兩個協同技能加成 即使是像我這樣粗淺的技能點數規劃 變熊之後,燕爪的傷害都能夠超過2000 血量超過1400 打巴爾真的是隨便上去一直扒 他連兄弟都還來不及招出來,就直接躺在地上,就要征服了 接下來,技能點數分派,就看你從噩夢的墨飛或是暴躁外皮 能夠刷到什麼樣的一個好裝備而定 如果你刷煩了,就可以潛進地獄難度,挑戰地獄女伯爵梭掛符石 地獄難度最麻煩的地方,就是有可能會遇到針對性的詞綴組合 火焰系無效的怪物是一大堆 還好你有震波這個能夠有效控場的技能 你就能利用這點小小的優勢 先利用傳送杖,避開外圍的怪物,直接前往女伯爵的房間 利用灰熊吸引注意力,震波控場 就能夠順利的打倒女伯爵,拿到符石 之後你再利用同樣的手法,連刷幾艘女伯爵 湊一些20級以上的符石 之後,你又得替換一些裝備 第一個需要替換的是頭盔,可以使用迪勒瑞姆符文組 最高符石是24號的伊斯特 專屬頭盔在噩夢難度就很容易取得 然後直接找拉蘇克,就能夠打出3個洞 這個符文組加2的所有技能,高防禦以及一堆攻擊時會觸發的特效 可惜沒有任何的抗性加成 接下來是鎧甲的部分 最適合的符文組是榮耀之戀 但是30號的貝爾太稀少,就不予考慮 您有3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悲信符文組 優點是15級的能量消解以及45%的攻速提升 可惜只有加30%的冰寒抗性 第二件是降雨符文組 適合攻擊向的燕爪熊使用 加2的技能,加電抗30% 還能吸收高耳的元素傷害 配合高攻速的武器,能成就低成本的暴力燕爪玩法 當然,您也可以繼續穿著原本的煙霧甲,抗性有保障 然後是利用方塊打造吸血裝備,適合物理打擊項的玩法 吸血手套的材料是一件同外型的魔法手套 加上一顆完美紅寶石跟4號納夫 再加上任意的寶石 就能夠製作出1-3%的擊中偷取生命 5-10%造成壓碎性打擊機率的手套 吸血腰帶也是需要差不多的材料 使用相同外型的腰帶 符石換成7號塔爾 就能夠做出吸血腰帶 同樣是1-3%擊中偷取生命 還有5-10%的一個流血機率 武器的部分,黑色就已經非常好用 如果你要搭配另一把低成本的武器 我會選擇星月劍 雖然加20%的攻速並不高 但是這一條忽視目標防禦力這一點 非常有用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命中率的攻勢 AR是指準確率 A-level是指角色的等級 如果你無視對方的防禦 就等同於命中率的判定 只看你雙者之間的一個等級差異 就能夠大幅度的提升命中的次數 同時,暗黑2的怪物 不可能同時會具備3系元素免疫 不論它是哪一種免疫屬性 星月電傷、焰爪火傷、黑色物理打擊 總會有解決的應對方法 另外,對純粹的暴力焰爪熊來說 比較容易取得的理想武器類型 一種是極致的攻速 以6孔幻化之刃 鑲嵌6顆13號下最具代表性 120%的攻速加成 一般攻擊就能夠達到4F攻速 第二種是雙手高速高傷害武器 加上四月符文族 攻速可達8F 如果你是偏重於防禦項 或是兼顧物理打擊的玩法 可以參考以下相類似的裝備 以這一把鋸齒流青鎚為例 基礎攻速是10 3個洞,外帶吸血細膜屬性 如果鑲嵌3顆13號下 加上本身30%攻速加成 就能夠達到8F的攻擊速度 這一把是常常提到的6指棍 特點是高壓碎性打擊機率 對雄斌來說,這一把能夠達到9F攻速 最後一把同樣是高傷害帶攻速加成的雙手符 兩顆下 加上本身30%攻速加成 攻速同樣可達8F 傭兵的武器可以使用遵從符文族 最高符石是19號法爾 以上的武器裝備屬性類型 可以作為你的選擇參考 最後是利用星月跟黑色這兩種武器組合 身穿背信甲 頭戴迪勒瑞姆 手持壓運盾 對戰地獄安達烈以及外圍小羅羅的一個過程 感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部影片再會 掰掰 敵壞金 看索 關卡 還有 需要 解駕 關卡 解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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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